我今天终于一个人过来吃好料了 想了好久 他竟然还是一个包厢 就我自己一个人 好漂亮 这是前菜焦团茶 大陆朋友就很好奇的问我说 台湾人为什么这么注重吃 这是我今天点的 我最喜欢牛舌了 还有这个汤 好好吃哦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盐葱等下是配牛舌 其他的肉也可以做搭配 你要把每一个客源都烤 对我们这边都是周边的带烤 这一间真的有帅哥美女在帮忙烤 他的肉烤的好嫩好好吃哦 因为我不吃冰 所以他帮我换了一个甜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毛沙浅浅 刚刚回到家 好好吃哦 虽然有点贵 但是真的很好吃 其实我在台湾很少吃烤肉 我也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别的烤肉店更好吃的 又便宜的 大家一定要介绍给我 因为我发现我很爱吃台湾的烤肉 因为我们是住社区嘛 然后我们社区呢 也很少去办什么中秋烤肉的活动 我公婆家呢 他们过年啊中秋啊 也不太会烤肉 但是我常常闻到外面 就是人家 路过人家烤肉的地方 我就闻到好香哦 好想吃哦 因为那个烤肉酱的味道真的太厉害太香了 嫁来台湾之后呢 我最常发的朋友圈就是美食啊 就是关于吃的东西 然后大陆的朋友 他们就很好奇的问我说 台湾人为什么这么注重吃啊 因为有一次我们就去吃了一个 比较贵的义士烤肉 就是我今天吃的那一个 然后那次呢 刚好是母亲节 我们两个人就花了大约 快5000块台币吧 就1000多块人民币 吃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好好吃哦 那是我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 这么贵的烤肉 这么贵的烤肉 真的 是我老公带我去吃的 那吃到好吃的 第一件事就是分享到那个我朋友之间嘛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算算算 说哈 5000台币等于1200多人民币吗 问我是不是把大半个月的工资都吃掉了 那有的又觉得说 我很很舍得吃 很愿意吃这么贵的东西 然后很多朋友就还说 哎呀1200块 两个人吃一餐也太奢侈了吧 还说有钱能不能借给我一点 不要吃掉了 甚至有的还说 啊台湾也好像很注重 在吃的方面呢 很专注在吃的这方面啊 看我发的美食啊 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 说我自从去了台湾 看到我的消息都是吃吃吃 还吃很多 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的那些食物 我妈来台湾 我妈来台湾看到台湾的一颗 一颗凤梨酥 要买将近10块钱人民币嘛 她吓坏了 她接着说 哇 这么贵怎么舍得吃啊 台湾也太舍得吃了吧 然后我姐夫看到夜市的一条街都是吃的嘛 她很激动 哦 因为她很爱吃 然后她都在感叹说 哇台湾也太会吃了吧 其实我也觉得台湾人真的不管现实 还是网路上都是充斥的 各种排队美食 说到美食我又要流口水了 刚吃饱又想吃了 什么某某某美食排队 几条街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愿意为了 就是一个美食排这么久耶 就在对岸可能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排队黄牛 不过我还蛮佩服那些排长龙的 为了一个美食 然后排长龙 哇真的要很喜欢吃 才会愿意花时间去排那么久吧 其实台湾人又爱美食的原因呢 我觉得因为台湾拥有丰富的饮食文化 多元的美食选择是吧 我猜了 美食在台湾被视为一种享受和交流的方式 先看一个影片就是看台湾的马拉松 居然是一边跑一边吃 然后整条路都是那个美食 哇看到我好想去跑哦 其实我最好想去吃 我好想去吃 一边跑一边吃 就是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哎 我觉得很搞笑 我觉得我是为了美食而跑吧 也不是啦 就是很想要感受一下这种气氛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耶 选举的造势 也能看到很多美食 你还别说 我真的很喜欢去围观那些选举的造势合同哦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也很想去跑过去买个美食 一边吃着美食是吧 一边看后想在台上卖力的争取选票 不觉得很爽吗 反正我就觉得 哇我很喜欢这种臭又闹的感觉 反正如果我知道哪里有造势的合同 一定会去看的 我就是那个吃瓜群众 没有想票 但是很弱中医去围观 相反我老公呢 他就觉得很无聊 他说哎 然后不好吃了呢 他又会骂 这什么鬼啊 还卖这么贵 哎呦 快点吃完回家了啦 哎台湾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说实话 我以为嫁来台湾会天天逛夜市的说 谁知道我家离夜市很远 然后我还问住在夜市旁边的台湾朋友 我说你会不会天天逛夜市啊 他们都会说 谁会天天逛夜市啊 前阵子医生就跟我说 因为某些原因啊 之后再跟大家讲什么原因了 现在还不方便说 说叫我不要吃那些 含有中药材的食物 比如姜母鸭 我听到医生说不能吃姜母鸭 天哪我的心情居然很难过 前几天再跟老公说 我要去吃吃看姜母鸭是什么味道 因为我还没有吃过 我只吃过杨又茹啊 麻油鸡啊 这些东西 我就还没有吃过姜母鸭嘛 然后居然就说不能吃 天哪 那我的姜 杨又茹 丹龟鸭 麻油脂 什么药膳火锅 都不能吃了 哇 我记得台湾冬天的美食 太多了吧 不用说台湾人注重美食啦 你看我这个新著名都慢慢的知道 一年四季 台湾的美食上市是买什么 冬天到了吃什么 夏天到了吃什么 以前我在广州大家都习惯自己煮啊 大家都说自己煮的话 省钱干净吃得饱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省钱而已了 大部分人都习惯自己煮啊 我在大陆很多亲戚朋友他们 真的在吃的方面大家都很省钱 说实话天天外食都麻是那些单身汉啊 或者说住在城市里面没有地方煮饭的人 但是我发现在台湾呢 台湾大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喜欢吃外食 小家庭更喜欢吃外食 我老公常常就跟我说 哎呀在台湾只要你做的好吃啊 买吃的你肯定会赚钱 因为台湾要很舍得在吃的方面花钱 一开始我老公就这么跟我讲嘛 后来我也慢慢的发现了 要不然台湾这么多美食小吃店 他们是怎么做起来呢是吧 必定是有一定的消费市场 才能做出这么多的美食店呢 不止一般的美食 甚至还有一些高级的料理餐厅 在台湾也是很多的 而且我翻线那些就是高级的好料啊 一到放假几乎都是满做的 也就是你想要吃到的话 最好是一夜 有一次我很想去吃烤柚嘛 就是今天吃那个叫老干杯的烤柚 对我来说真的还蛮贵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 因为那个柚卡起来很嫩 不会卡牙齿 也不会很柴 但是我又觉得都是想要等到周末 叫上小孩啊老公啊 才大家一起才舍得吃 但是周末的话要提前一夜才行嘛 所以我们很少去吃 我们大概有四年没有去吃过老干杯了吧 在台湾除了老干杯 我好像没有去吃过别的烤柚 大家还有就是比较好吃的烤柚 可以介绍给我吗 我也想去吃一些平价的烤柚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烤柚 就我觉得好香哦 我真的是来台湾 我才吃个这么好吃的烤柚 唉说到我又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我又赶紧去做饭了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 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忙订阅哦 也可以关注我的FB 好啦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